您能想象有哪个国家 它有哪一个投资银行 它发行的金融资产 是行销全世界的 好像还没有 而且雷曼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 就是美国的投资银行 处在一种疯狂的状态 这个疯狂状态 使得银行 他们认为 它的任何的房屋贷款 都是安全的 任何的房屋贷款 都会赚钱 而且它用它这样一个 延伸性的金融资产品 把几种不同的东西 包装起来之后 连信保公司都觉得 这个是最高等级的 安全的金融资产 这种事情在全世界 大概只会发生一次 这样的疯狂